他是大明第一奸臣 把持朝政二十年 却在举国骂声中欺然离世 他就是明朝奸臣之首颜松 从正直坦率 极恶如仇 到贪权乱政 作恶多端 颜松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曾经风情网约的君子 为何黑化成大明第一奸臣 他是怎样从万人之上坠入万丈深渊的 沐渝来给大家讲讲这位全清朝野的大奸臣 公元1480年 在江西分一线 一个没清暮秀的小男孩孤孤坠地 这个小男孩就是严松 他的父亲是个读书人 多次参加客举 却名落孙山 日战旅败 无奈之下转行当了教书先生 但心里还是想要考取公明 获得权利 自己不行那就只有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他便悉心地再陪 教导严松 严松本人也很争气 九岁入县学 十岁过县市 十九岁相识中举 二十五岁高中进士 虽然也有过几次失利 但总的来说还是完成了读书人的目标 高中进士的严松被选为汉女 这时的严松已经算是半只脚踏进了中央 高中进士的严松按照惯例被安排了官职 根据成绩和年纪来看 他就是混吃等死 退休前也能混到上书的位置上去 远大的前程再向这个年轻人招手 然而就在人生顺风顺水的得意之时 严松却迎来了一个天大的恶号 他的母亲去世了 严松是一个十分孝顺的人 父亲死后 是母亲韩欣如苦抚养他长大 丧母之痛击垮了严松 他日夜痛哭 抑郁之中险些丧命 被抢救过来后就心灰意冷 决定辞官回家归隐 这一归隐就是十年 这样做 一方面是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 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宦官钱宁和江宾当道 他不想在如此无言仗气中做事 朝廷怎么可能让动良之才在家待着 便多自下指催促严松回国效力 但严松拒不回朝 这时的严松还是一个正直的人 他宁愿不做官 也不与小人同有何物 但在礼仪面前人总是会变的 公元1516年 严松在那个首府杨廷河的多次邀请下出山 杨廷河看中的当然是他的能力 然而 严松回京却只得到一个钦差的职务 而且这个工作还在江西 正当他正准备投入伟大的基层事业 就遇到宁王叛乱 宁王吃乱瓶了 诸后赵又忙着玩 完全没顾得上他 就这样 严松又给拖了一盆冷水 他索性请假回家想清闲了 一待又是两年 眼看就要成为一个颓废的老干部了 上天却不干心地又给了严松一次机会 诸后赵驾崩 杨廷河代理朝政 前宁 江宾等人全部论罪处置 严松被调回北京 严松以为自己事业的春天就要来了 毕竟杨廷河十分看重他 严松满腔热血回到朝廷 却依然没有得到重用 这时的朝廷乱争一国中 杨廷河忙着核心上任的家境斗争 这种神仙打架的局面 严松这辈凡人没资格参与 立不考虑了很久 把他调到南京汉林院养老 这时严松已经41岁了 南京汉林院有个另外一个名字叫鬼不理 要权没权 要钱没钱 严松没有关系 没有背景 只好老老实实去了南京 他满腔热血想要报效国家 却总是被泼冷水 政治有什么用 原则又有什么用 坎坷的人生改变了严松 复杂的官场改变了严松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严松明白 官场上不仅要努力 还要左右逢源 奸相斩献 不久之后 严松被调回北京 连升三级 这是因为他的老乡贵恶也参与了大礼仪事件 而且是站在家境地那边的投机盘 再加上 严松的另一个老乡礼部上书下延伸的家境地宠戏 这两人都非常看好严松 严松回来后 他懂得了官场的潜规则 他开始左右逢源 阿谀奉承 好好下延 派马屁的技术是越来越好 短短的几年时间内 严松从郭子建基就升为礼部幼师了 两年后又升为南京礼部上书 后又改南京礼部上书 这时严松的离位及人臣之差一步了 但是他还不满足 他还在等一个机会 一年 严松赴京朝静考察 由于他对礼仪的研究较多 再加上嘉境对礼仪的重视 严松被留在嘉境身边 两人交流频繁 有时交流到半夜才回去 公元1538年 有人上座追封嘉境的父亲为皇帝 并入太庙 朝中的大臣纷纷抗议 严松最开始也反对 嘉境大怒 严松知道他的机会来了 他为了讨好嘉境 站在了嘉境的这一边 群臣的对立面 他写了两篇支持嘉境皇帝的文章 数十年的文采 皆变为了虚伪的言语 最终嘉境得偿所愿 嘉境认为严松是个可造之才 之后 严松为了巴结嘉境 得到权力 只要是嘉境提出的 他能支持就尽力支持 嘉境信道教 要进行道教祭祀 祭祀要撰写清词 严松为了撰写好清词 费了很大的精力 他起早贪黑 甚至有时费浅忘食 他这样是有人看不惯的 这个人就是那个首富夏颜 夏颜和严松是不一样的 他是一个有节操的文化人 不会为了讨好皇上而放弃原则 一日嘉境将沉香水夜观赐予夏颜 严松等大臣 夏颜反对失踪信奉道教就不带 但严松每次上朝都会带着 还特地用青纱龙柱以示郑重 从那以后 在嘉境心里 严松就压了夏颜一头 过了一段时间 严松晋升为太子太妇 羽衣丰满了就开始倾除绊脚石 开始攻击曾经帮助过他的夏颜 在嘉境面前说夏颜的坏话 还怂恿嘉境霸出夏颜 他抓住达达入侵中原的机会迫害夏颜 公元1544年 达达入侵河套地区 陕西总督曾经发兵夺回河套 并上则建议从福谷皇府到定边 修筑一段边墙 在水上和陆地共同进攻 以此逼达达退兵 夏颜觉得这个办法好 便向朝廷举荐了曾经 嘉境决心夺回河套 并表扬了曾经 这就让严松心里很不爽了 于是他指使边将囚乱乌称曾经 掩拜不报 可口君想 辉入夏颜 严松还对嘉境说 他们夺回河套别有用意 世踪果然上钩了 他相信了 夏颜被革职了 公元1545年 徐赞年老生病辞职 张帝去世后 嘉境再次让夏颜担任内阁首府 夏颜知道严松的为人 处处都小心提防着 严松表面上对夏颜牵弓 其实对他怀恨在心 后来曾经被杀 夏颜进了监狱 严松故意散播谣言 让嘉境听到夏颜诽谤皇帝 导致夏颜被斩首 从此朝中再无大臣 能与严松相竞争 严松出任那个首府 从此权倾朝野 手握大权的严松 并未停下脚步 铲除一己成为了 他重要的工作 囚栏不甘心被严松制约 上书揭发严松所做的事 引起了嘉境的重视 严松受到冷落 但不久后囚栏病重而死 严松还掌握了囚栏的不利信息 嘉境地与严松间的接地 就这样消除了 他深知嘉境对大臣的猜忌心理 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 严松密切关注着自己的反对者 谈和他的人都能通过 各种轨迹迅速地将其铲除 沈烈 杨继胜等大臣都曾上书 将严松的罪名罗列得清清楚楚 嘉境地也曾多次怀疑严松 可惜的是严松勾结奸臣 蒙骗的手段十分高超 嘉境地被各种消息搞困了头脑 最后还是相信了严松的消息 严松不但把控制朝堂的权力 甚至还把手伸到了皇室 嘉境在没有设立太子的情况下 安排了豫王朱在后 锦王朱在政婚事 并且在各府中举行婚礼 严松对此不同意 与嘉境多次谈此事的不妥 未设立太子的情况下 各皇子不应该在外居住 一年后严松又说 现在立太子是首要事务 嘉境尽管对严松这等插手 皇室只是非常不满 但也没有对严松有何惩罚 此外 严松还打着给嘉境建宫殿的旗号 从各地搜刮六七百万的经费 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他还是不是买目 买香和买猪玉珍宝 由于严松处处讨好嘉境 嘉境又无心朝政 就这样严松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把持朝政将近十五年 朝廷内的官员 基本都是严党的人 严松年老 尽力不至 便提携他的儿子严世凡协助他 严世凡成为公布侍郎 他埋通嘉境身边的宦官 将嘉境的日常生活 起居隐士 一举一动都汇报给严世凡 大臣干脆叫他们大丞相与小丞相 严松父子两人全清天下二十年 严世凡狂妄至极 甚至在家中宝库内大小说 朝廷无我父 众多大臣加以弹劾 但因为嘉境的包庇 这些弹劾都没有效果 在严松一伙的把持下 官位变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 只要给够钱 想要什么官位就是什么官位 但是人狂妄到一定程度 就会有祸事来练 由于严党在朝廷为所欲为 嘉境对他的行为多有不爽 公元1561年 立布尚书吴鹏辞职了 严松指使大臣推荐他的亲戚欧阳必尽 嘉境厌恶这个人 看见名单后大怒 将名单扔在地上 严松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还给嘉境逆奏 为必尽时辰之亲 欲见其禀国 以为老境 意思就是 我老了 为国家寄金经历这么多年 你就满足我这点心愿吧 嘉境爱于情面 只好答应了他 严松逆奏的内容传出 许多官僚大为至今 有人说他想要谋权篡位 在嘉境的心里 严松已经有了尖锐之心 几个月后 嘉境让欧阳必尽辞职 是对严松的红牌警告 严松还沉浸在过去的权力中 不为所动 这些都被他的政敌看在眼里 公元1562年 山东道士兰道行 是一位文明天下的詹卜师 洗劫将兰道行介绍给嘉境 让他在詹卜的时候 说严党的坏话 一天兰道行在詹卜师说 今天有奸臣前来揍事 刚好严松路过 嘉境虽然不听大臣们的话 但是詹卜师的话身心不疑 一时间 朝廷弹劾满天飞 大家都说严实凡凭他的父亲 专利无言 为什么大家都不说严松 而是说的他儿子 这是因为大家知道 嘉境虽然对严松十分厌恶 但还是有点感情的 严世凡就是个小角色 这次弹劾的效果不错 公元1565年 严世凡被判斩首 严松被没收家产 被迫血管回乡却已是无家可归 只能常年蜷缩在荒郊野外的坟堆里 以捡贡品为食 不久后 严松在生病又没钱的交加中取世 他死的时候 既没有棺木下葬 更没有钱去吊咽的人 一代奸臣最终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真是大快人心